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你们好 我们在什么情况下,才会信靠,依赖天主 让今天1月30日的每日圣言陪伴您祈祷与反思 绝望中的信德 现在,让我们静下心来,聆听这一段圣言 那时,来了一个会堂长,名叫亚伊洛 一见耶稣,就贵符在他脚前 恳切求他说 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 请你来给她覆手,叫她得救回生 耶稣就同他去了 有一大群人跟随着他,拥挤着他 那时,有一个妇人,万血漏已有十二年 她在许多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痛苦 花尽了自己所有的一切 不但没有见效 反而病逝更加重了 他听了有关耶稣的传说 便来到人群中 从后边摸了耶稣的衣裳 因为他心里想 我只要一摸他的衣裳 必然会好的 他的血缘立刻和结了 并且觉得身上的疾病也好了 耶稣历时觉得有一种能力 从自己身上出去 就在人群中回过头来说 谁摸了我的衣裳 他的门徒向他说 你看,群众四面拥挤着你 你还问,谁摸了我 耶稣四周观望 要看作这世的妇人 那妇人明知在自己身上 所成的事 就战战兢兢的前来 贵妇在耶稣前 把事情完全告诉了她 耶稣便向她说 女儿,你的信德救了你 平安去吧 你的疾病必得痊愈 她还说话的时候 有人从会堂长家里来说 你的女儿死了 你还来烦劳师父做什么 耶稣听见所说的话 就给会堂长说 不要怕,只管信 除伯多禄、雅各伯和雅各伯的弟弟 若望外 他没有让任何人跟他去 他拿起小女孩的手 对她说 达里达古墓 意思是 女孩子 我命你起来 那女孩子就立刻起来行走 原来他 原来他已十二岁了 感谢天主 你能觉察自己信德的状态吗? 今天福音中有各种不同的角色 雅一落 希望至爱的女儿能得救回生 放下会堂长身段 贵福恳求耶稣到自己家中 为女儿付寿 换血漏顾及的妇人 忍受不洁的屈辱 经历许多痛苦 耗尽时间 金钱 仍渴望被治愈 告诉自己 只要一摸他的衣上 必然会好的 那些簇拥 想看热闹 聆听新鲜事的群众 认定现实不可逆转 担心徒劳无功的友人 还有被耶稣选定 见证复生奇迹的门徒 在现实生活不同时刻 我们可能像其中一个角色 古艳 天主自助者 也许我们相信 要先靠自己的力量 认为过度依赖天主 好像是长不大的孩子 迷信 又不负责任 也许我们觉得天主很忙 自己不是大人物 亦非圣德之人 他应该无暇理会 我的小问题 又或许我们担心 自己所求之事 若不能得到主的应允 会患得失望和失败的 惨痛经验 严重打击我们薄弱的信德 所以不敢开口祈求 然而 福音为我们见证 亚依洛和幻血漏富人 在绝望黑暗中 看到耶稣的光 勇敢地起身 用具体行动 贴近耶稣 因而得到耶稣的应允 耶稣知道我们胆怯顾忌 所以他主动环顾询问 目光注视 坚定地对我们说 不要怕 只管信 愿意我们理解 奇迹本身不能产生信德 而是信德成就治愈得救的奇迹 我们愿意让他用温柔大手 拉起我们失去生机的小兽 催促我们好好活着吗? 请品尝圣言 聆听耶稣说 不要怕 只管信 也在我们生活中 活出圣言 在困难的世上 相信耶稣有能力可以成就 用具体行动回应表达信德 最后 让我们全心祈祷 主、圣神 请包助我克服心魔约束 保守并坚定我的信德 谢谢您的聆听 愿天主降福您平安喜乐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